否车辆停等红灯突然蹦的一声 一旁透天错发生大气暴 瞬间烟尘弥漫围墙整个被炸开 连瓦斯桶都被炸飞 一旁的小货车猛力摇晃 碎片零件喷飞到马路上 再走进室内一看不得了 哇 整个都炸开哦 哇 怎么这么惨 全部都炸开了 砖墙整片被炸破了一个大洞 碎砖块喷飞几十公尺远 甚至波及邻居 连遮雨棚都被炸开 现场满目疮痍 威力猛烈连二楼的玻璃也被震碎 就连停在路边的货车车窗 也扎裂成蜘蛛网状 就在厨房工作 然后就突然停到一声很大声 一开始就觉得是地震还是什么 就是你不会联想到是气泡 然后后来就从厨房在门看 就知道吓死了 邻居以为又是地震 一看瓦斯桶跟墙面烧到焦黑 惊险气暴就发生在桃园市 平镇区一间瓦斯行 12号上午11点多 不知道什么原因 瓦斯桶突然爆炸 导致两名员工全身50%烧烫伤 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 大白天发生大气暴 市府环保局赶紧派员清扫 就怕路过车辆造成二次伤害 详细的气暴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记者刘志展张若慈王志恒 桃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